配合12年国教以后中小学的暑假 可能会从现在的两个月改短成只放三个礼拜的假 七八月间会增加第三学期 学生到校不上学科而是类似夏令营或补救教学 家长和学生有赞成也有反对 就怕学校变校拿来上课超前进度 孩子课业压力增加没得喘息 明年全国有100所国中校暑假变短 配合教育部示范中小学第三学期 暑假从原本的两个月缩短成三个礼拜 在七八月间增加第三学期 上四到五个星期的课程 有点类似美国的夏季班Summer School 上课内容包括数位 本土 才艺 运动 语文等多元课程 也可以拿来做基础学科的补救教学 不列入学业成绩评量 不过假变短了 很多学生家长都不赞成 功课的压力原本前一学期很大 如果暑假不够的话 我就会没有充足的时间休息了 游玩时间太少 休息的时间变少 我们还想要出去玩 也有人认为 暑假很多家长照常上班 很多孩子都送到安亲班 多了第三学期 只是把外面参加的夏令营改成到学校玩乐 应该没有影响吧 他们暑假跟上学其实没什么差别 原来学校的话 小朋友可能比较熟悉啊 家长不要不用再花脑筋去外面找 比如说上夏令营或者是上课的地方 但就怕有的学校拿来超前进度 增加孩子的课业压力 教育部第三学期制的草案还没有定案 预计在明年一月要召开的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上 提出来讨论记者彭书清与正行台北报道